首先带您来关心国际间的产业大事 百年老店Nokia招牌的手机部门被微软买走了 微软这一次以54.4亿欧元的高价 买下Nokia的装置事业和专利 而曾经在微软任职的现任Nokia执行长艾洛普 也将再度回国微软工作 这是Microsoft 买Nokia的Handset unit 5.4亿欧元 芬兰手机大厂Nokia装置和服务部门 被全球软体霸主微软买下 未来包括Lumia系列手机和其他服务 以及技术专利都会被纳入微软旗下 Nokia 1020会改变如何拍摄 如何创造 如何分享照片 今年7月才刚推出主打照相功能的新机 百年老店Nokia的招牌手机部门 即将在明年第一季完成纳入微软旗下 而这次交易总金额高达54.4亿欧元 相当于2134.6亿台币天价 微软的智慧型手机作业系统 全球市占不到4% 远远落后于Google的Android和苹果iOS系统 现在赤字买下Nokia的手机部门 各界也关注微软的未来走向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轩编译